家劳外的奥运季军陈璐尽兆,结婚13年仍恩爱,女儿向外国人在中国体谈,有几位嫁娶外国人的体育明星,花华运动员陈璐就是其中一位。 1976年11月,陈璐出生在长春一个体育世家,父亲是冰球国手,母亲是乒乓球员,陈璐不到5岁就上冰,在刻苦训练下,逐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 他在利勒哈默尔东奥会获得了我国在东奥会的第一枚花华奖牌铜牌,此外他还曾获得过世锦赛冠军,世界花华大奖赛分战冠军以及全国冠军。 1998年,陈璐退役,他先是去了美国发展,期间正是和俄罗斯人丹尼斯交往。 丹尼斯是俄罗斯著名的双人滑运动员,曾经获得冬奥会双人滑亚军,因为经常参加比赛,陈璐和丹尼斯在很小的时候就相互认识了。 但直到2000年,两人才产生情愫。 2005年,已经回国的陈璐与丹尼斯结婚,两人婚后选择住在中国,并生下了一女一儿,两孩子都长得很像外国人。 在陈璐的坚持下,为了女儿安娜以后的更好发展,上了中国籍,而儿子则是俄罗斯籍,安娜继承了父母的基因,从小就展现出了花华天赋。 去年,她代表中国获得了亚洲青少年花样滑冰挑战赛北京战的冠军,现在8岁的安娜依然在坚持练习中,然而由于她的可爱以及特别身份,她逐渐成为了小网红,在母亲的安排下,近来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。 所以未来不排除网娱乐圈发展的可能,而他们的儿子却喜欢网球,不喜欢滑冰,俄罗斯的网球出了好几位大满贯冠军,所以拥有俄罗斯籍的她未来发展会更好。 陈璐和丹尼斯当初从美国回国,就把家安在了深圳,买了房子,在深圳发展,近年来,借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机缘,他们又把事业发展到了北京,平时陈璐常住北京,但是只要有空都会回去深圳。 此外,她还是2022北京冬奥会组委会成员,算起来,陈璐和丹尼斯两人已经相爱18年,其中13年是婚姻岁月,他们依然很恩爱,丹尼斯以及孩子们都说这一口流利的中文,每年都会去俄罗斯一趟,看望爷爷奶奶。 对于丹尼斯来说,中国就是他的家,而对于陈璐来说,从没把丹尼斯当外国人看,再次祝他们一直幸福下去,毕竟爱情是不分国籍的。